但您看到就是在臺北市中山區 有飲料的店家 為了慶祝東奧臺灣隊的好手 他們奪下了絕佳的前績 所以是免費開放這前五十名的消費者 來兌換飲料 結果發現出現了一個抽獎蟑螂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這是一名女子 她連續簽換六七個帳號留言 接著變裝來領取 換到第五杯的時候 店家不願意再兌換給她 雙方在店門口吵成一團 女子不斷要求店家 把手機畫面給遠景看 因為她發現自己被偷拍了 原來有飲料店為了慶祝奧運 奪金在臉書上辦活動 免費送出限量五十杯飲料 結果發現有抽獎蟑螂 每天切換不同帳號變裝來領取 後來有粉絲私訊我們說 就是他有截圖給我們 就是裡面有六七個帳號 他說都是抽獎蟑螂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就是還是讓她換 事情就發生在十四號中午兩點多 原本女子先是穿了黃色外套 準備領取飲料 結果店家告知一人只能領取一次 女子就沒拿飲料擠著離開 結果晚上七點多換了一身黑色衣服 再來一次 不過店家其實早就認了出來 因為從二號開始 女子就來領免費飲料 第一次說是幫媽媽領走兩杯 後來再來一次以同樣的理由 再領走兩杯讓店家好傻眼 我只是想要去分享給大家 讓其他店家或人知道 就是有這種人不要縱容他們 50杯免費送租的飲料 對店家來說誰拿都一樣 但遇上抽獎蟑螂 這回店家態度硬起來 就是要抵制這樣的事情在發生 這裏劉安靜周瑜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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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